這次考驗隔居安全這方面 你知道我們美女來的 有時候在家裡洗澡時 看到磨砂玻璃外面有個人影 鬼鬼祟祟的, 真的很害怕 有沒有方法隔著磨砂玻璃 也可以看穿對面的情況 今天我們有個方法 讓那些壞蛋在外面安裝 我們也可以看穿它 不過用什麼方法呢? 就要用到桌上的道具 我看到有一支洗甲水 有一個… 膠紙 膠紙 有一支好像油 油的東西 我們已經準備了 桌上有磨砂玻璃給你們 而磨砂玻璃下面還有圖畫 對, 圖畫裡面有些動物 待會我們會問問題, 有三條 如果答到問題, 舉手 答了兩條的 就是這條題目的勝出者 明白嗎?明白了吧? 好, 3、2、1, 打開 蘿蔔… 好, 第一個問題 就是圖中拿著紅蘿蔔的兔子 有多少隻 還有哪一隻兔子吞著草 這個兔子的眉毛 是什麼圖案 很標準 另外一個就是啡色兔子 白色分別有多少隻 好 紅蘿蔔 紅蘿蔔一個 兩個… 現在有兩個… 第一條 我們先聽聽這組的答案 紅蘿蔔兔子, 兩隻… 怎麼會看到的? 你要知道是洗甲水 會令它清楚, 還是有, 令它很清楚 啡色和白色兔子分別有多少隻 白色有兩隻 白色有四隻 對不起, 不是, 這個不是 沒錯 好, 繼續 他拿著一題 繼續做事… 有沒有人舉手? 有沒有舉手… 有… 好, 好 這次其他組成立 白色兔子四隻, 白色兔子三隻 錯 還有其他組成立 好, 停手, 我看你 我答第二條 我們又看你們 第二條 在吃草的有閃電 對, 這樣就兩條 我們繼續 兩條, 先說 好, 我看你們剛才真的很吃 其實大家看就看到了 你們那個是… 是全清的 全清的 HD 磨砂都沒有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什麼都想用 在邊邊塗油, 還有… 洗甲水 就發覺油是… 立即擦 立即擦好 所以全部都放油, 塗好 可以很清 這個水也不可以太溶解 因為你看到誰裝 衝你那裡也看到你全身 透透了, 油在貼上去 好, 我看你們那些… 還在數… 還在數 而且我恭喜你們, 你們繼續零分 媽媽, 對不起 塗了花生油之後 然後磨砂玻璃在它變得更通透 其實是跟磨砂玻璃的科學原理有關 磨砂玻璃製作時 其中一面是透過打磨 或化學處理, 令它變得粗鞋 粗鞋的面上的凹凸凍 會令到透過它的光 產生一個散光效果 光就無法從同一個方向穿過玻璃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看清楚 磨砂玻璃後面的景象 當我們塗了液體上磨砂玻璃粗鞋的表面時 上面的坑洞就會被這些液體填補 令到那一面變得光滑 所以就可以減弱或取消了模糊的效果 至於膠紙和洗甲水 為什麼沒有花生油的效果這麼出呢 是因為花生油和玻璃的折射率最接近 所以花生油最有效 還有減低光的散射 亦令到磨砂玻璃更加通透 有入場滑到現在的Mandy和Kenneth勝出 不可以小看愛情的魔力 不知道能否得到吉列之爬呢